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中共发钱的问题啊 啊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说啊 中共铁公鸡啊 疫情这么久了从来不发钱 哎这个没想到中共这一次终于发钱了啊 是不是我被打脸呢 我们来看看他到底发多少钱 发的啥钱啊 我们一起来看看啊 之前说这个中共不发钱 那确实他没有发钱啊 他就是只发什么购物券啊 不像那个欧美这个真的是那个就是全民发钱那种 对吧 但是我们来看看中共他是不是全民发钱啊 他发的啥钱 对不对 当然他发钱 他不管发什么钱 他能发一点 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是件好事 对不对 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那我是不是我被打脸了啊 那我们来看看他具体到底发了些啥 我们来看看 他说 通知明确各地要及时发放失业保险金对参保缴缴费满一年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以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失业人员应及时足额发放失业保险金� 带缴基本医疗保险费按规定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上葬补助金和服务金 通知还明确了阶段性扩大失业农民工保障范围 对失业保险条例规定的参保单位招用个人不缴费且连续工作满一年的失业农民工及时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 2020年5月到12月对2019年1月1号之后参保不满一年的失业农民工参照参保地城市低保标准按月发放不超过三个月的临时生活补助与城镇职工 同时参保缴费的失业农民工按参保地规定发放失业保险金或失业补助金啊 他这个呃通知呢就是发的实际上就是失业保险金啊就刚才我们说的啊他不管发什么钱他能发点钱都不错了啊 这个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失业保险金他不是一个全民发钱对不对 但是呢有钱总比没钱好啊他但是他也阶段性的扩大了就是这个农民工的保障范围啊就是只要是农民工什么连续工作满一年的失业农民工啊及时发放一次性补助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去领这个钱但是有一些朋友跟我反映说他们已经领到了啊哪怕就是说你只缴费了只要你参加工作 然后缴费好像是啊回溯可以和他那个系统里面可以回溯到20082008年左右吧2009年如果是2008年之前的啊他那个系统里面没有那你得啊开什么各种各样的证明但是只要是2008年之后的你交过哪怕是一次这个失业保险金呢你也有资格去领啊这个这个规定啊 还算比较这个人性化吧啊啊就是他发失业保险金总比不发好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发的是失业金不是那个这种全民发钱的那种那种啊啊你比如说像美国像欧洲很多他就是全民发钱啊跟跟这个失业金保险金没有关系 那如果说你要论这个失业金保险金的话那美国那发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哦我很多朋友跟我说啊他说哎呀我这个呃补拉每个月补拉这个一两千块钱呃这个失业金各种加起来啊补了几个月的话看起来好像也呃有一两万块钱一两万块钱的话那我们来算一下呢呃好像比这个美国发的这个钱还多一些 美国美国美国上一次一个人发了一千二的吧一千二百美金等同于乘以期的话那就是八千多人民币啊八千多块人民币八千四百人民币啊说我现在领了一两万哎那是不是说中国的发的这个钱比比美国发的这个钱还还多呢啊啊那其实他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如果说算美国这边的这个发的呃失业金的话 那实在太多了 这个失业失业金 美国这边是每个星期 国家疫情的bill 它里面是每个星期 好像是你什么都不做 他给你补贴600块钱 600美金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力度了 你看我们正常做工作的 一个星期都拿不到600美金 对不对 他居然补贴一次补贴600美金 你可以想见你比如说 我看他补贴是按什么标准的 我觉得可能是按时薪来算的 你比如说一个人正常工作40个小时 正常工作40个小时 然后每个小时15美金的话 正好就是600美金 但实际上我现在工作 还达不到每小时15美金 所以你工作还拿不到他失业金 那么多的钱 所以你如果要算失业金的话 美国发的实在太多了 那就不是说几千人民币的问题了 另外一个就是 他据说还是偷偷做的 他没有去宣传这个事情 好像说做好事不留名 其实他不是的 他实际上他出台这种政策 然后不不宣传 目的你可以想见 他实际上是不想更多人知道 如果说你错失了这个东西 到时候他也会 他也不会说 不怪我 对不对 是你自己没有去领 对吧 我不是没有给你这个机会 他有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中共做事情 只要是对他有利的 他一定要大声的宣传 每个人都要知道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是对老百姓有利的 他那个就是偷偷做 有很多朋友说 我怎么现在还不知道 变成这样的 所以大家要相互去宣传 就让更多人知道 让更多人知道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 这个发钱 应该说是本来就应该发的 这个钱 对不对 这个是失业金 这个是失业金 他本来就应该发这么多人 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 是不是 他只是说他把本来应该做的事情 现在做了 这个不能够去表扬他 当然他他做了比本来他应该做 但是他没做 那还是要好一点点 对不对 但是不能够因为这个去表扬中共 当然我承认我被打脸了 就是我人来说 中共就是铁公鸡 啥都不会发 好在他现在发了一点点失业金 这个对一般老百姓来说 就是一件好事 我也希望啊 就是中共能够不停的打我的脸啊 就是我不停的去骂中共的这些样的一些啊 他没做这个没做那个啊 他如果都做了 那当然是最好了 对吧 我宁愿我被打脸 我也希望中共真的是能够做一点好事啊 这样的话呢 这个对大陆的老百姓应该说是最好最好的 我们也希望在大陆老百姓真的在这个悲惨的2020年之后有一个更美好的2021年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真的是不是这样的啊 因为按照KPK提到的2019年之后的每一年恐怕会更惨 当然我们真的不希望出现这样的事情啊 我们希望后面能够过得更好 好 今天这个话题就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